8年前脸书只能偷菜 没想到现在还能偷你的个资 祖克博除了道歉还得上国会听证 网友更发起删除脸书的串联运动 就在各界把矛头指向脸书的同时 更可怕的真相还在后头 根据CNN报导 光是美国买卖各自的中间商 就高达4500家 美国最大的信用报告调查机构 Aquifax就是苦主 2017年7月 骇客窃取该公司1亿5000万笔信用资料 全卖给中间商 成为美国史上最严重的各自外泄事件 就算不将个资双手奉上 Google却成了和我们最亲密的个资小偷 所有的好奇和欲望都在输入关键字时表露无遗 Google在根据记录向使用者投放特定广告 哈佛大学教授将这种现象称为监控资本主义 透过搜集个资建立大数据再精准投放广告达到洗脑的效果 不仅能让商人获利甚至能影响大选选情 分析家表示既然是免费使用 就要从另一方面取得平衡 否则对营运者来说就失去了商业价值 也就是说我们在申请账号同意隐私权政策后 就等于间接放弃了自己的隐私权 因此如何保护隐私成了当今网络时代最大的挑战 大爱新闻周博献兵